台湾职棒之前传出打假球 有点丢脸 不过现在难道连小学生都要有样学样踢假球吗 这是台北市举办了小学五人制的足球赛 不过呢为了想要晋级 现在居然有学校他们互相讲好哦 你让我我让你故意比成了平手 让双方都能晋级决赛皆大欢欣 不过带你来看到这球场上小球员还真听话 就在场上呢互相把球传来传去一直传 拖完了整场比赛的时间 一旁观战的学生指乎太夸张了吧 身穿球衣台北市中山大龙国小足球队上场赛球 历时50分钟 自己队员你传给我我再传给你 球从来没踢过半场 更别说射门动作 两队最后以0比0共同晋级决赛 家长一旁观赛 敢想只有一句话 这是哪门子的比赛啊 自行录影搜证 向教育局来检举 然后我看了比赛我觉得很痛心 因为我的两个孩子都是足球队的 他们一路上在变局的时候都很辛苦 可是看到这种比赛 我真的讲了一句话叫做 真的是伤心欲绝啊 怎么会有这种比赛 台北市教育局主办的五人制足球赛 台北市九间学校参加 分成三组 分组冠军可以晋级决赛 剩下一个名额给积分最好的分组亚军 中山大龙国小刻意打成一胜一合 携手晋级 等于是挤掉其他学校的败不复活 今天我跟大龙国小 在比赛当中我们去打平 那是因为我们教练技术上的策略 以手为主 所以他根本他下达命令 就是不让选手要过半场 学校和教育局都认定 这只是晋级战术 但想想球员该有的 求胜斗志和运动精神 这场套招比赛 实在令人摇头 中金新闻出见为郭阿琪 SNG小组台北报道